魅力会的远景是成为全球最大的设置品平台 我们的 mission 是 inspire individual with luxury lifestyle 魅力会的网站的呈现方式 走的是解约高档的一个路线 网站整体风格也比较清爽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让我们的图片 然后它有一个美光的呈现 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运藏团队 之后我们这边的编辑造型 会进行衣服的搭配 影分整个拍摄的这样一个流程 会是一个造型编辑 和我们摄影师合作的一个过程 同时我们也使用 现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一体化 成像系统 Statious 我们现在有六台Statious 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产品 可以在两个方面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第一个是速度 另外一个是质量上的一个统一性 我们按一个按钮 它就直接出图 所有的拍摄和后期的工作 都通过Statious的这一个按钮来完成 不同层次的操作人员 可以拍出一样的图片 图片的统一性和色差的问题 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它也有后期的一个锐化和修饰的处理 包括它的抠底 Statious它的后期勾图非常精确 它可以做到拍摄完的图片 直接就可以经过简单的处理 就可以上传到网站 它的工业化设计也是非常的好 有很多人说它是变形金刚吗 我们站在里面会不会变成神奇四侠 或者是钢铁侠 这六台Statious呢 现在基本上cover掉我们 差不多75%的服装类的拍摄 它现在承担了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工作 最后 Production Team会把所有的信息整合 规则头一上传到网站 每天上线品牌是20到30个 上线的SQ每天是1000个SQ 它和一二线的品牌 很多设置品的品牌有非常深度的合作 官方合作的品牌已经是达到了2500到600个品牌了 所有的消费者去区分一家网站 其实它最直观的感受是从图片开始的 虽然说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 但是它会在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影响到每个消费者 在一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消费 公元化摄影它讲究的其实就是一个高效 然后规范化标准化 高标准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工业化摄影革命 我们很庆幸在可能发生这股浪潮当中 能够成为这么一个浪潮一份 我们都觉得Starship会是一个 在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